赵茜 你放心 我们刚从你家里出来 伯父 你们怎么来了 本来想找你父亲化解先闲的 但是没摊了 还差点打起来 你们还不了解父亲的脾兴吗 别跟他计较了 文轩 你气色怎么这么差 我给你看看 侍臣 怎么了 我给你看看 克 Click 穆南月 虽作恶多端 可他的儿子是无辜的 竟得了这种病 父亲 文轩病得很严重 如果我不救他 他心灵不薄 你诊断出 是什么病了吗 像是心脏疾病 但更像是被人下了毒 虎毒不食子 应该不是他干的 父亲 我想多留几日 帮他好好看看 他也算是我们的亲人 我不希望他真的出什么事 你想留下也行 但是得先答应我 等这件事解决以后 你立刻回神木族 和月影完婚 然后继承我的位子 父亲 我还没准备好 我已经老了 该由你来承担重任了 等你把事情安排妥当后 我就可以做个太上长老 到时候就可以专心负责练兵 守护神木族 免得像木男人这样的风格 再来惹事 我答应您跟神老 记住 治好文轩的病立刻回去 不得耽误 是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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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